至於歐洲呢 是有新一波的疫情 激素的升溫了 世界會選組織的地方主管 接受了英國BBC的訪問時候 就警告了 除非有緊急的防疫措施 否則那歐洲的疫情 到明年三月為止 很有可能會再增加五十萬人 而這個歐洲多國政府呢 也再次宣布了封城 或是部分封鎖 但是呢 這個反防疫的抗爭是再次的上演 群眾對警車丟石頭 現場不時傳出槍響 還有停在路旁的警車被燒 荷蘭路特丹日前爆發街頭示威 抗議政府因應疫情升溫 宣布部分封鎖 示威最終演變成暴動 混在群眾中的流氓打砸店家 攻擊警車又縱火 讓警察鳴槍示警 出動水泡車 驅散他們 一夜混亂過後 荷蘭警察逮捕數十人 眼看街頭一片狼藉 讓居民非常無奈 同樣疫情升溫的奧地利 首都維也納英雄廣場 也出現約七千名抗議群眾 群眾過滿奧地利二十二號起全國封城 加上明明二月將強制施打疫苗 而響應極右派自由黨的號召走出來 民眾敲打鍋碗飄盆或呼口號抗議 也有脫緒民眾當場被警方壓制 奧地利警方出動約一千三百人維持秩序 雖然場面沒有失控 但當局預估抗議群眾可能還會繼續增加 克羅埃西亞也有一萬五千人走上街頭抗議 如今新一波疫情來襲 歐洲多國防疫再次收緊 民眾和政府的拉鋸也再次上演 華盛新聞陳剛編譯